《顛世》 各位調查朋友 發哥開槓今天介紹這本書 會讓你震撼的一本好書 《顛倒的民國》余杰 所寫的這本書 大四文化出版所出版 余杰講 以前我們念書都念 《孔子鞭春秋,讓亂成賊子劇》 余杰說 歷史只要說事實就好了 《孔子鞭春秋,誰是亂成賊子劇》 《亂成賊子劇》 誰定義誰是亂成賊子呢 就是孔子就是他定義的嘛 孔子說你是亂成賊子 就是亂成賊子 但是孔子所寫的東西 都是替執政的人在講話的 儒家都在擁護勝利的一方 第二版就是說 歷史教科書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場靈魂戰爭 你的靈魂到底屬於上帝呢 還是屬於撒旦呢 你的靈魂是屬於熱愛自由的公民呢 還是一個熱愛獨裁的政權呢 那就看看你念的歷史教科書 是哪一本歷史教科書 他怎麼教你啊 他說我逃離了中國報政以後 去到美國 我馬上坐下來就開始寫書 一直寫到現在 因為我珍惜可以自由發表 自由寫書的地方 就像柏陽當年被關到火燒島綠島 一離開柏陽 一離開火燒島 又趕快寫自治封建的白話本 和中國人史綱 因為他真正理解到 擁有書寫的自由呢 這一個人的靈魂是多麼重要 他說在中國歷史上的這個規矩呢 歷史這個科目是科技制度裡面 第二大重要的科目 當時的科技制度 中國的科技制度是從水朝開始的 水朝大家想一想 日本隨唐時代就派很多淺唐使 但是很奇怪呀 日本派的淺唐使把 隨唐時代呢 水朝唐朝的所謂建築 藝術 風水 佛經 什麼都引進日本 偏偏有一項最壞的東西 他沒有學回去 還好他沒有學過去 什麼制度 科技制度 隨朝的時候 開始有科技制度 一直到清朝亡國 科技制度都存在 科技制度第一個 考的最重要的部分 是考這個四十五經的魯學 第二部分考什麼 第二部分就是考歷史 那歷史 但是中國歷史 都是一大堆假歷史 除了史記 司馬遷 比較客觀以外 剩下的假歷史 都是替執政者服務的 西方的大歷史家 盧斯達講 中國人很容易產生 一種對自身文化的 無條件的自信 那就像一頭呢 在深海之中 久久才冒出來 吃人的怪物 當其他人都要自當 防衛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追求自由的時候 就變成了中國歷史上 所謂四軍 或者是分裂國家的大罪人 到今天還是如此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 近代史書裡面 國民黨說 我是奉行三民主義的政黨 民族政黨 共產黨說 我是奉勢馬列主義的 開放的革命政黨 表面上 國民黨有三民主義 共產黨有馬克思主義 但是你認真給他看 他們的歷史書都在說謊 他們是清清楚楚的 成王敗闊的 天下統一的 帝國主義思想的兩個黨 他說呢 不管共產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在歷史上講到 孫文在廣東革命的時候 受到部下陳炯明的叛變 都說孫文是對的 陳炯明是逆賊 但是呢 王傑說呢 于傑說呢 我在北京圖書館所 看到所有的資料 或從國外所 看到陳炯明的資料 才知道孫文是錯的 孫文是鋼壁自用 詭計多端 而且還善用軍隊製造的 西關慘案殺了人民 使得廣東人廣州人 痛恨孫文到極點 這個時候反而是陳炯明 信奉民主法治 做官親政聯名 他為了實踐地方自治 和民主的理想 他受到廣東人的愛哉 所以呢 反對的孫文 就是變成了逆賊 這件事情 誰是最清醒的呢 就是胡適 胡適之呢 在努力周報上啊 對陳炯明的事件 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 本這個禮拜 最大的政治變化 就是廣東的革命 和浙江的獨立 孫文和陳炯明的衝突 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 孫文使他的主張 迷了他的眼睛 不惜倒行逆施來求他的目的 遠遠遠離開了全國的民心 同時也失去了廣東的民心 孫中山還要依靠海軍 威脅用炮擊廣州城來威嚇廣州人 難免遭受到陳炯明的反對而失敗了 胡適這篇文章寫出來以後呢 就像今天你批評的韓國瑜 韓粉釋出給你灌爆網站一樣啊 這個胡適之這篇文章 良心的文章 引起了國民黨所有的人 在所有報紙圍剿 但是呢 胡適之那個很年輕正義凜難 發現這種事情 怎麼是這種想法呢 怎麼國民黨的利潤還停留在帝王思想呢 皇帝的思想呢 陳炯明是比孫文在備份裡面比較低沒錯 但是陳炯明做的事是對的啊 因為他是孫文的部下 他就變成叛逆 他就不會備主 他就不會犯上 胡適講說 國民黨這些文章圍剿陳炯明的文章 是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了 而陳炯明的行動 才是依照民主制度的一種革命啊 他說呢 胡適說呢 我不是替陳炯明辯護 陳炯明的軍人趕走孫文 可以批評 但是我們反對那些人把陳炯明扣上 被主啊犯上啊叛逆啊等等 就道德的死屍來攻擊他 這是胡適對孫文和陳炯明的事件的評論 結果國民黨共產黨兩邊的史書 都說陳炯明叛變孫文啊 他說我們念歷史的時候要知道 人的獨立自由和尊源 是所有歷史意識的中心 是我們所要的一個目標啦 在各方面你要知道 我們動不動提到帝國主義 這些印度帝國中國帝國 俄羅斯蒙古帝國和 伊斯蘭帝國的分裂 我們都把它當的負面 像法哥講的 上次的一週評論講到帝國的分裂 大家認為帝國分裂就是壞事 帝國分裂對人民是好事啊 帝國不分裂才是負面的 帝國分裂以後 人民變得更自由更幸福 局部局部的成立的國家 自己越來越幸福法拉是對的 想一想看奧圖曼土耳其分裂以後 今天變成民主的土耳其 和周邊的幾個國家 哪一個是幸福的 歐洲不變成一個國家 而變成十幾個西歐的國家 到底哪一個才是幸福的 這個都是我們要認真去思考 國家要那麼大幹嘛 國家的目的是要讓人民自由 幸福 好吧再加上有錢賺吧 物需變化的時候 一個最重要的人物 叫梁啟超流亡到日本 梁啟超流亡到日本以後才第一次 因為梁啟超中文日文都很好 他透過日本翻譯的西方的歷史學家寫的歷史 仿然大悟 寫了一大段非常重要的話 他說念完西方的歷史學家的歷史著書 我才知道中國的二十四史 不是歷史 中國的二十四史根本就講二十四個皇帝的家譜而已 梁啟超這句話講得多好 你念中國的二十四史就在講皇帝的家譜史 講漢朝就從劉邦一直講到漢武帝都是講他們劉家的事 整個漢朝史就是他們劉家皇帝的事情 二十四部歷史全部講那些皇帝的家族的事情 它哪裡是歷史呢 它是家譜 那麼俞傑講 二十四史認真講起來 當時有人憑左傳就是中國人互相砍殺的歷史 那麼認真說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皇帝和別人砍殺的歷史 他說俞傑說 我正要顛覆的就是歷史專門寫帝王將相的家族史 歷史應該包括凡夫俗子的歷史 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共產黨把洪秀全的革命太平天國稱為農民起義 你知道整個太平天國 包括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軍隊 和剿滅太平天國徵國還徵國權的軍隊 兩邊各殺死的人民多少人 直接死在戰爭裡面是五千七百萬 間接流亡死掉的人民加上戰地的人民死亡的是八千七百萬 人口死的統計 太平天國的十三年 在中國減少的人口是一億 整個清朝當時的人口多少 四億 也就是孫文所講的四萬萬五千萬人 死掉其中的損失掉的人口是一億 他說這個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發生過那麼多的死亡 整個二四世界戰死掉多少人 兩千多萬人 一個太平天國直接死一戰真的是四千七百萬人 一個太平天國死掉的人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死掉的人民的兩倍 我們念太平天國歷史 念來念去就只有 西方的官員已經到了中國 你看看他們留下來的紀錄 他們眼睛看到了洪秀全 是多麼亂來 下一個節目提示我發哥就會先給你講洪秀全 先講太平天國是怎麼樣一回事 那個歷史記載是非常清楚的 洪秀全革命拿著一個假的基督教的宣傳書實行的是一場暴政 是中華帝制的暴政 他說無論是洪秀全或中國犯 歷史的真相就是這兩個殺人魔都不亞於納粹的希特勒 人民像螞蟻一樣被踩死在歷史裡面 中國的歷史不管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歷史都不談這一段 還有在清朝最大的積方 光緒三年 光緒剛剛上位 還是一個小孩子 慈禧他在後面靶政 你知道那一年稱為叫丁悟齊方 丁悟齊的方年 整個中國北方的地方 餓死了一千三百萬 這一節發哥也念完 他後面那一節也念了 發哥不敢講 也不是不敢講 怕你們聽了受不了 整個餓死人的狀況西方人記得很清楚 還有在市場上公開賣人肉 女孩子的肉一斤多少錢 小孩子的肉一斤多少錢 成年人肉多少錢 那一場激方 整整餓死了一千三百萬 所以你知道中國人的數目是可怕的東西嗎 當他認為中國人有十三億人十二億人的時候 他相對於香港的七百五十萬人 他那個算什麼 人權就不存在了你知道嗎 當他永遠腦袋裡面只有十二億十三億人的時候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都殺掉有什麼關係 也不過一小部分而已啊 人就開始變得不是人啊 像豬一樣啊 再加上中日戰爭的時候 我們所講的所謂八百戰士 八百壯士是假的 改天花哥跟你講八百壯士怎麼搞出來的 八百壯士像南海血書一樣 是他政戰系統編的啊 南京大屠殺的時候 日本人是軍隊真的是很殘忍 他因為在上海差一點摘了跟斗 到了南京氣了 軍隊把衣服脫了變成農民 變成一般的老百姓 日本正在痛恨之中啊 抓到年輕人就殺了 但是你知道 比日本人殺了更多的人是什麼 是蔣介石和當時的上將唐勝志 甚的甚知會的志啊 他呢 向蔣介石吹牛說 南京一定保得住 所以蔣介石就下了命令 南京不得撤退 給南京下了命令不得撤退呢 他又跟南京對面那邊 長江留意的鎖軍都不得撤退 也不准南京的任何人撤退 結果日本人軍隊還沒有進城 還沒有進南京城 老百姓嚇慌了 因為上海已經淪陷了 南京鎖不住 老百姓穿著便舞就逃 軍隊的人也穿著便舞就逃 結果長江對岸的 蔣介石的軍隊 聽到命令 只要敢逃出南京城 通通把他用機槍掃射 光中國人就殺掉 幾萬個軍隊和老百姓 這是真正的歷史 你唸過嗎 你唸過南京城 被日本人殺的 和國民黨自己殺的人 殺的比日本人還多嗎 你唸過這段嗎 這個是鐵的事實還有報紙的 所以我們唸什麼樣的歷史呢 來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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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